赛罗爸爸,赛罗爸爸,我回来了,咱们一起去游乐场里面玩吧,我好想你呀,爸爸爸爸,你在家吗,怎么不回答我呀,哎呦,爸爸你怎么换了件衣服呀,看起来可真漂亮呀,你不是答应我一起出去玩吗,赶紧走吧 哎呦,小赛罗,你是不是搞错了呀,我不是你爸爸,我是贝利亚呀,你爸爸,你今天出门打怪兽了,我是来这里帮忙恢复能量的,你可千万别弄错了 不可能,你就是我的赛罗爸爸,我没认错,你是不是不想带我出去玩才故意欺骗我的呀,赶紧和我一起出去玩吧 哎呦,为我这咋是有嘴说不清了呢,小赛罗,你真的弄错了,我不是你赛罗爸爸,你先别紧张,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去,走吧,跟我一起去外面看看 贝利亚带着小赛罗一起到楼下去了,小赛罗一直认为贝利亚就是他的爸爸 小赛罗,你可认清楚了,我可是最厉害的贝利亚大王呢,不是你的赛罗爸爸,你爸爸还在外面工作呢 我们一起出去找一找 贝利亚带着小赛罗走在马路上去找爸爸了,他们走着走着,忽然看见马路上工程车燃起了大火,还有人蹲在马路上,哭得很伤心 走近一看,原来是迪迦奥特曼,贝利亚立刻跑上去询问情况 哎呀,迪迦大哥,你怎么一个人蹲在地上,哭得这么伤心啊,有啥是你赶紧告诉我,前面工程车,着火了你,有没有受伤呀 贝利亚,我开车发生车祸,不小心燃起了大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可以帮帮我吗 我好害怕呀 哎呦喂,迪迦叔叔,你哭有什么用呢,发生火灾,你应该第一时间找消防员来帮忙灭火呀 还可以给消防员打电话寻求帮助呀 小赛罗,我当时真的太害怕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也不记得消防员电话号码是多少了,你可以帮帮我吗 哎呦喂,迪迦叔叔,你怎么连消防员叔叔的电话都不记得呀 消防电话是119,你别担心,我现在就去找消防员来帮忙灭火 小赛罗一个人焦急的跑出去寻找消防车了 跑了好久,终于在拐角处看到了消防车 他仔细一看,这个人和他的赛罗爸爸长得特别像 原来你才是我的赛罗爸爸呀,刚才我以为家里的就是你呢 爸爸,你怎么在这里呀 对了迪迦叔叔发生车祸工程车燃起了大火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赶紧去帮忙灭火吧 哎呦喂,小赛罗,你怎么忘记爸爸长什么样了呢 我一直都在这里巡逻呢 你别担心,等爸爸把工作忙完了就陪你一起去公园里玩 你先在这里等我吧 赛罗交代完事情后转身,就来到了消防车上 启动车子就出发了 没一会儿,他们就赶到了事故现场 消防车立刻开始喷水灭火 经过五分钟的救援后,大火终于被完全扑灭了 太棒了 哎呦喂,这个事故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你家贝利亚,你们两个没事吧 大火被扑灭了 以后你们可一定要牢记消防电话 哇哦,好业好业太棒了 赛罗,你终于回来了 小赛罗一直在找你呢 你真厉害,把大火也扑灭了 我要向你学习